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 全球连线 我是恩人 一起因为头巾引发的离奇死亡事件 成为了点燃伊朗各地 抗议示威浪潮的导火索 22岁的伊朗女孩马莎阿米尼 因为头巾佩戴方式 遭到道德警察逮捕 最终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尽管伊朗官方已经下令调查 席卷全国的抗议示威活动 却愈演愈烈 引发伊朗社会怒火的 这是一条因为头巾而逝去的生命吗 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建立的 政教合一政权 是如何影响伊朗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 这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对伊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今晚凤凰全球连线 在德特兰现场 凤凰卫视著伊朗记者李瑞 北京现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 以及杭州现场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马晓琳 三地连线 解读投金道德与生命 伊朗人究竟在抗议什么 李一帆的剧综报道 国际安全局势下的义和协议 依旧矛盾重重 暗流涌动 然而伊朗继续已久的社会问题 也在激烈震荡 雪上加霜 9月13日 年仅22岁的伊朗女子阿米尼 因在公共场合穿戴头巾不符合规范 遭道德警察拘捕后 在寇留期间离奇死亡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的 警局监视器画面 阿米尼被带回警局后 准备站起来和警察说话时 突然倒下昏迷 送医不治死亡 警方称她心脏病发作 但阿米尼的家人表示 她没有心脏病史 网络上出现质疑声浪 认为阿米尼可能遭警方殴打后死亡 对此 伊朗总统莱西下令彻查事件 17日 在首都德黑兰以西的 萨盖茨市举行阿米尼的葬礼后 抗议的人群聚集在州长大楼前 有参与示威的女性摘掉头巾 在手中挥舞 表达声援和不满 然而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实施伊斯兰律法 要求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头巾 穿着符合伊斯兰教规定 为者可能面临公开谴责 罚款和逮捕 自2017年以来 在数十名妇女在抗议浪潮中 公开摘下头巾后 当局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 阿米尼之死也成为一个导火索 引发伊朗20多个主要城市 连日爆发抗议示威活动 并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警方通过催泪瓦斯和朝天明枪等方式 驱散抗议者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报道 在舍拉子有四名警员受伤 一名警员驻守死亡 15个抗议者被捕 在全国其他地方 也有数十名抗议者被捕 事件也引发国际关注 周三在荷兰首都阿米斯特丹 数十名示威者手持标语 大声呼喊 为阿米尼的死亡抗议 大多数示威者 是居住在当地的伊朗人 以及当地学生 然而在首都德黑兰 警方逮捕了三名外籍人士 伊朗国家电视台 是被一些受外国支持的暴徒 和反对派利用 企图在伊朗发动骚乱 伊朗司法部门表示 正对事件展开调查 同时美国再度蠢蠢欲动 总统伊朗事务特使玛丽等人 对此事件表示严重关切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干涉其内政 飞扬的投进另一边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 哈梅内衣 21号康慨奸阳的发表 两一战争纪念讲话 强调只有通过抵抗 才能保护国家 粉碎敌人的阴谋 投进飘扬 道德背后 究竟谁需要为其买单 连日抗议 怒火燃烧伊朗社会将去向何方 蠢蠢欲动 美国严重关切 会否有更进一步 信仰还是枷锁 信仰还是枷锁 这对于伊朗的社会来讲 确实是一个问题 而且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我们来联系一下 在德海兰现场的李锐 现在席卷伊朗全国的 抗议示威活动 到底达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 其中争议的焦点 到底是什么 对你们的生活 有造成影响吗 好的 仁仁 首先确实是 有很大的影响 其中就是断网 因为我们现在 只能电联 就说明网络断了以后 没有办法开始正常的工作 甚至联系也不可能 另外一个 现在我发现 比如去菜场买菜 以前因为新冠疫情之后 大家都是通过刷卡 或者是网上支付的情绪 因为现在网络断了以后 很多人只能拿现钱支付 所以现在因为 大家也没有那么多现钱 所以就现在出现了 这样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 就是现在因为 在疫情当中的很多人 都是靠互联网来营生的 比如说就是 很多人在Instagram上 卖东西 或者现在有这种Snap 相当于我们国内 就是网上的购物 还有外卖等等 现在都用不了了 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能联系 连上的网络 只能是国内的一些网站 但是大部分 就是国际网站 还有其他的这种利用网站 是很难上去的 另外就现在 抗疫示威活动 从16号开始到现在 应该第六天了 实际上它活动 我认为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是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大 以前最开始是在那个 阿密尼的故乡 库尔德斯坦省 结果接下来呢 就是整个就是从 这个库尔德斯坦 就沿到了这个 伊朗的各地全国各地 有20多个城市 都在发生这样的抗疫活动 抗疫的焦点 就是说这个投金加持的 稻 道德底下 但是我认为 这次抗疫不是一个挺单的 因为投金问题 引起的这个抗疫 它只是一个导火索 阿密尼之死 它其实引发的是 民众对于政府的强力不满 它折射的是 伊朗社会深层次的各种矛盾 当然现在也不排除 有外部势力的干涉 比如说像外部 这个反对式分子 还有就是西方支持的 这种境外的播剧媒体 他们在24小时 不断地在这个播出和宣传 另外一个呢 就是现在 因为通过互联网 这种设计网站 比如Instagram WhatsApp Kategram 在伊朗呢 人人都用都在用 所以这个就是 通过这个方面呢 大家传递的信息特别多 所以现在伊朗断网呢 也是要在抗疫活动中 可能就是从2019年到现在 只要有抗疫活动 都会断网 但是我觉得就是 现在有外部因素影响 但内部因素 因为伊朗的民众 对于经济非常不满 现在的经济物价 这一年涨了十倍 然后呢 那个里亚尔呢 在不断地在扁 所以现在呢 就是民众 他们认为 他们对这个经济 实际上对经济和物价上涨 实际上是已经 都不能够承受的底线了 另外一个 加上这个 加时代艾 稍得到几茶 这个来期经济上台之后 加紧了对这个投金的管束 所以它激化了社会矛盾 所以内外的因素都有 任任 好 谢谢李瑞 那作为导火索的投金 究竟在穆斯林女性的服装当中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为什么会引起 这么大的争议呢 我为大家来做一个打理 其实不同的投金 它对于女性的头部 和身体的遮盖程度 是有不同的 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在众多的 穆斯林女性的服饰里面 沙伊拉 是最宽松的服饰之一 基本上就是一条 长方形的 这个盖头围巾 可以露出全脸 而且穿搭的包覆方式 也非常的随意 这也是伊朗 大多数年轻女性 她们日常的穿着服饰 好 下面这个投金 在这次的投金事件里 涉及到的投金 就是这种 在大多数的 伊斯兰国家里 最普遍的投金 叫西甲布 这种投金呢 同样可以露出脸部 但是它包覆的方式 比沙伊拉要严格一些 而且在伊朗呢 西甲布是政府机构 要求女性职员 穿着的正规服饰 那么比西甲布 更大包裹的位置 更多的盖头服饰 是阿米拉 那这种有遮盖着 双肩的盖头 是有更加严密的 包覆的方式 它的颈部 是被完全地遮盖 而且胸部 大部分也被遮盖 在伊朗的 比较传统保守的 女性的穿着里呢 卡尔多罩袍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这种长袍 它是整个包裹住全身 而且大多数是黑色的 除了脸部之外呢 身体的其他部分 基本上都是被盖住的 那至于伊斯兰 服饰里最保守 最严格的 Nogoy是布卡 这个罩袍啊 从头到尾 全部覆盖全身 只有这个眼睛的部分 是纱疮状的小孔 让你可以隐约 可以看到外面 好 来 这个在杭州的现场 我们来连线一下马晓玲先生 关于头巾在伊斯兰的服饰当中 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在这一次伊朗席卷 全国的抗议浪潮当中 它为什么会引起 这么大的社会反弹 好的 这个头巾的问题 要从中东国代来讲的话 它最早的 并没有跟尊教没太的关系 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 实际上我们看 圣经旧约中 犹太的这个女性 要做一种保守的话 都是戴头巾的 戴甚至戴面纱的 我想呢 在中东这种 分纱比较大 这个光照比较强的地方 它一方面是保护皮肤 另一方面 它也是一种 代表着本分的 这个 这样一个女性的 这样一个标志 那么伊斯兰教后来 它实际上是 继承了这个犹太教 基督教的这个精神 实际上是应该说 提倡一个传统 保守 征操 那么在这个 曼罕默德当年 就是通过古兰经的 宣誓要求女性 遮蔽修体 就是修齿的修 就是能体现 女性的真操的 这个部分 那没有具体的描述 当然也有人 从曼罕默德生前的 这个教导中 所谓的圣询中 能找到一些具体的说法 但一般来讲 就是要把脖子 这个耳朵 这个头发 遮蔽起来 因为认为 女性的这个脖筋 这个耳朵 是比较诱惑人的 当然因为 这个伊斯兰世界 这个地域非常广泛 因为大家知道 它是个地跨亚非欧的 一个多民族的宗教 各地方的 因为传统的问题 对伊斯兰教 面纱的理解不同 比方说 库尔德族 他女性基本不戴面纱 就计算是 即便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沙特阿拉伯 它中部的很多的部落 女性也不戴头巾 当然伊朗是因为 现在戴头巾 它很大程度 也是受的 这个沙特阿拉伯 当年瓦哈比的 主流派的这个 这个传统 包括大家熟悉的 您提到 这个像阿富汗的这样的 走向更加极端 就是越保守 越封闭的地方 它包裹了越圆 那么这本身上 应该说是 把女性当作这个私权 是一个男权父权教权 非常这个昌盛的地方 那当伊朗 应该说伊斯兰革命以后 它仿照了 它的这个政敌沙特 搞的这个什么 阳善义恶委员会 专门监督这个穆斯林 从男到女的这样的穿着 那么其中对女性 就要求的是 很明确 就是你的露的头发 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穿衣服不能险山露水 你可以穿牛仔服 但是一定要穿一个宽敞的东西 要把自己的同步 胸部要盖上 等等吧 它还是就是说 要避免女性 被男性多看一眼 换言之 就是男性经受的诱惑 把罪过也归到了女性身上 当然这个原因 应该说是 这个刘瑞刚才讲得很清楚 我非常赞成 它背后就是经济 社会 社会的压抑 经济的这个萧条 就业的这个情况不好 一种对社会治理的不满 那么也是应该说 从1979年 伊斯兰共和以来 从过去国王世界的世俗化 走向了另一段的极端保守 是一种背反吧 那么伊朗人选择 用上街抗议的方式 能不能做出一些改变 田文林先生 我们知道 从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 其实对于伊朗来讲 这种上街抗议示威 总是在发生 但是往往是无疾而终 您认为这一次规模非常大 席卷伊朗全国的这种 街头抗议示威活动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它会对伊朗的社会 造成一些改变吗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伊朗从这个79年以后 这种重大的民众抗议活动 其实层出不穷 一个是09年的总统选举 因为这个选举争端 出现了民众抗议 还有一个就是2019年 因为这个社会经济的问题 引发了全国的大规模抗议 那么这次应该说 和前两次相比 其实规模 我觉得比前两次 实际还是相对要小 那么依照之前的经验 我觉得这次的抗议 不太可能产生什么重大的 对这个社会经济的冲击 或者改变 一个方面 是因为伊斯兰的这个政体 它总体来说是伊朗的一个立国之本 就是而这个立国之本 从目前来看 它在国内还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反对派力量 能够对它形成挑战 包括这次这个投金事件 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也不可能呢 冲击到这个程度 另外一个呢 因为现在伊朗的这个实际是保守派当政 就是来西政府呢 其实相对来说 相对于鲁哈尼来说 它是执政理念呢 相对是比较保守 而与此同时呢 现在的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 哈梅尼一呢 它也算是这个保守派政业 所以说呢 无论是总统也好 或者最高领袖也好 它基本上说呢 这个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 基本的立场都是一致的 所以说呢 在捍卫伊斯兰基本的利益方面呢 它不会有大的一个动摇 另外呢 我想呢 就是政府的 它还有强大的这个 这个处理这种突发事件的经验 因为我09年的事件 19年的事件 它都呢 最后是有惊无险 那么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 包括这个巴斯基民兵组织 处理这问题 相对来说呢 还是能够掌控局面 所以说 总体来看呢 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 好 谢谢 那这次的抗议示威活动 伊朗的政府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处理呢 我们继续连线一下李锐 我们知道从马莎阿米尼 这22岁的伊朗女孩 离起死亡之后 包括伊朗的全境 开始爆发大规模的示威之后 伊朗政府是怎么回应的 特别是关于争议的一个焦点 其中就是有关道德警察的争议 伊朗政府的立场是什么 好的 袁月 其实呢 就是关于这次的抗议游行示威呢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 革命卫队的发表声明 就要求严惩一些散布 虚假新闻和谣言的人 同时呢 我看到了就支持政府的 一些民进团体 他发表声明说 国家现在内忧外患 美国正在调取内战 呼吁人民联合起来 一直对外 还警告大家说 一旦就伊朗乱起来 霍尔德人呢 塔利班都会打击伊朗 到时候伊朗情况会更糟 另外呢 就是在明天就周五大礼拜 那么伊朗政府的这个支持者呢 他发动这个民众 大规模的游行 来进行反骁乱 支持政府反对骁乱分子 明天呢 我们也会去现场报道 那么关于道德 警察这个事 其实是在伊朗的 这个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一个存在的问题 但是它有时候是 可大可小 可松可解 比如说在2009年 这个因为伊朗大选 引发的骚乱之后 我在89年 我都没有看过到 这个道德底下 在街上出现 因为那时候 社会的基本比较紧张 所以政府就放纵 这样的管控 直到2013年 鲁哈尔政府上台之后 他因为采取 比较温和的政策 他也不赞成这个 特别严厉的管束投金 主张以文化见识的方式 所以我也没有再看到 直到这个今年开始 来西政府 因为它是保守派政府 所以采取这种 非常严厉的 叫回归这个传统价值观 那么所以呢 就是这个投金 其实不止在阿米尼身上 在此之前 已经发生过 好几次这样的冲突了 只是没有到这个 就是死的地步 那么这次呢 我觉得这是 激化了社会的矛盾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 来西政府 他们这次就是因为 可能因为有的人 在这个建议大家 反抗政府 就是把头巾脱下来 其实呢 在我看到的 其实是在伊朗呢 有这种两种 女性 一种是非常穿长袍的 女性 一种是非常喜欢 穿时髦的这个头巾的 他们其实互相都只能接受 互相能包容的 并不是那种 禁马弩张 而且他们认为 这是一个人的这种选择 并不是要反一 难效或者是反政府 但是如果你不带好头巾 就说明你反政府 反政权 或者是反一难效 其实是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不能过度的 政治解读 这个政治解读 而且反而就现在 因为这情况激化以后 就把这样的过度的 头巾问题进行的 政治解读之后 反而就是激化了社会矛盾 更加加深了政府 和民众之间的不信任 我认为是这样的 女人 好 谢谢李锐 刚刚李锐说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点 关于头巾 其实在伊朗的 执行的严格程度 失松失禁 它所能代表的含义 其实可大可小 请教一下 马晓林教授了 您觉得这次 伊朗全国性的 抗议示威活动 会冲击到这样一个 围绕着头巾 后面所衍生到的 关于道德警察 他的一个执法体系的 整个位置吗 有可能 因为这个正如 相当于谈过 这个道德警察 或者叫分级警察 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这个杨山一二 这样的个委员会 它的本质是社会的 这个管理的一个组织部门 它的这个地位呢 比居委会高 咱们熟悉的比方说 比这个伊朗各文队的 这个权力要小 他更多的是通过这种 比较相对的 这个平民政府这样的方式 来提醒的方式 要监督这个伊斯兰价值观 量序公司的维持 进而避免被现代化 被西方化 异化了它的传统 这个伊斯兰传统 使得这个伊朗社会 偏离了它的立国的根本 就是伊斯兰 这个叫教法治国 这样一个原理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因为在这个 毕竟两害相权取其心 如果这件事情 因为个别的警察 这个执法 这个引发的不良的结果 导致全国一动大 那么对当局来讲 这是得不偿失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最高领导人 这个总统都已经表示 要同情这个死难的 这个小妹妹 而且要进行调查 这是很大情况 也是在平息这个众怒 那么另外我觉得 从这个像这个 这个分级警察这样的 机构设置的这个源起 沙特阿拉伯看 那么自从沙特曼 你看这个上台以后 他大力推行 这个世事化的改革 就大大的削弱了 这个分级警察的执法权 过去他们执法权 是相当大的 当街可以监督 可以收拾任何人 那后来就是 只赋予他们 在指定地区进行巡逻 只赋予他们 起到提醒的这个作用 不能做任何 没有任何的处罚权 所以我想的话 伊朗这方面来讲 可能会背后有所调整 但是对女性投金的 这个约束 伊萨弗装的约束 这个根本恐怕 不会暂时的改变 所以不管是投金的争议 还是关于道德警察 或者所谓风级警察的争议 其实背后它所能够 角逐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天文林教授 我们发现这一方面 随着保守派的 来袭政府的上台 道德警察的执法力度 是越来越严 但另外一方面 这次事件发生之后 其实我们也听到了 关于伊朗的国会里面 其实传出了一部分 对于道德警察的 执法的质疑的声音 您认为这背后 是不是反映了伊朗的政坛内部 关于保守派和温和派之间的争议 它会对于伊朗的政权稳定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伊朗的这个政治生态呢 它其实应该说这个光谱呢 应该一直是比较宽泛的 按照西方的分法呢 存在所谓的改革派 温和派 然后保守派 那么相对来说呢 就是改革派呢 它的这个这种对问题的看法 相对呢偏向于世俗化 包括呢 这个跟这个对西方文化呢 或者对外部世界的 这个外部文化的接受程度 相对会高一些 而这个保守派呢 相对来说强调呢 本土文化的特色 我们相对来说 强调伊斯兰色彩的重一点 那么总体来看呢 就是说伊朗这个 这个革命四十多年 它的这个伊斯兰化的色彩呢 比这个当时伊斯兰革命 79年的时候 其实是在逐渐的淡化 但总体来看呢 就是说伊朗的政坛 还是保守派呢 占据主导 我们说最高领袖 这个始终呢 是相对来说 是捍卫伊斯兰价值观的 而这个现任的 这个总统莱西呢 其实也同样是 相对是政策偏于保守 包括呢 现在呢 继续强化这个投金法的这个举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种主张放松这个管制的这种声音呢 它是存在 但是呢 它应该不是一个主流的声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这种声音呢 对这个主流的 这个伊斯兰价值观的 这个冲击 它总体是比较有限 好 我们在 刚刚一直在谈论 伊朗的国内因素 对于伊朗的整个社会 以及政坛的稳定 那么这其中 有没有外国的因素 在其中发挥作用呢 先去一下广告 稍后解 在伊朗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持续蔓延之际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 在20号谴责 部分国家试图以人权问题 作为政治筹码 干涉伊朗的国内事务 请教一下 在北京现场的田文林教授 伊朗的官方的谴责 有外部势力干涉伊朗的 这次的抗议示威活动 干涉伊朗的内政 您怎么看 我觉得伊朗官方的这个说法呢 应该也还是有一定依据 因为依据以往的经验呢 就是无论是09年的这个 尤其是09年的这个选举纠纷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西方呢 在推波助澜 那么现在的话 伊朗的处境呢 正好是现在呢 宣布要加入这个上和组织 同时呢 伊核谈判进程呢 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状况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伊朗美国的等西方国家 很大程度是把伊朗做一个敌对的对象来看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伊朗国内出现动荡 然后外部势力呢 推波住来煽风点火 应该说呢 这是说呢 他们过去呢 一贯做法的一个延续 所以我相信呢 在这方面 伊朗呢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证据 来 这个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啊 马晓林教授 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推特发文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要求伊朗政府停止对女性的系统性破坏 以及允许和平示威 那您怎么看 美伊两国围绕这个事件啊 围绕所谓的人权问题 进行相互指责 这个美国对伊朗搞人权外交 这是由来已久的 这是利用美国 伊朗境内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派系啊 什么特别他们 极其希望能改变伊朗政治制度的 对外关系的这个 包括对以色列政策的 所谓的温和派 开放派 改革派等等 所以呢 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伊朗内政的支持化交 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境外的伊朗的这个 反政府力量的这个支持 那么伊朗政府 当然每次利用这种机会 都会来 转移这个压力 转移这个矛盾 都会指责外国干预势力 包括这次断网 也是切断这个 国内外的联系 那么事实上 确实是 像09年代 当时的前总理穆萨维 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 美国总理 国务卿希腊里这样的回应 而就是被 两派指责为这个通敌 那么使得穆萨维 从此以后一决不正 那么就是说 打这个外国干涉的牌 或者说里应外 和这种牌 可以实际上政府 很有效地挫败 国内的这种反政府的力量 这已经是屡次 屡失不显的一个招式 谢谢马晓林教授 谢谢田文林教授 也谢谢李锐 凤凤凤全球连线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